首先我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因为我感觉感觉是很难 G230后见尾其实怎么讲的 G230后见尾其实怎么讲的 有 三早 八早要三早 身为爱心大使 现在也在就是亲力亲为在完成这个 对你来说自己的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在08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参加那个G230 参加完过其实感触真的蛮大的 会觉得其实很多食物 还是什么其实资源其实挺重要的 身为这个爱心大使 然后我必须感同跟他们一样 一起去战斗 然后一起去挑战这个人物 那除了G230这个活动之外 有没有尝试过G2那么久 没有耶 一般我自己都会赚一个空子 一般不太提倡大家G2那么久 就是因为我们主要这个活动 只是想让大家知道食物的重要性 然后超过了过后其实对身体都是不好的 所以有食物的朋友一定不要浪费 有没有特别喜欢干嘛 就是30小时离不开的活动 我嘴巴没有办法停 唱个讲话不然就是吃 就是其实我好像就是嘴巴好像没有办法停 那30个小时不吃东西 还是30个小时不碰音乐 不唱歌不恨歌曲 对你来说哪一个比较挑战 我觉得我最容易的就是30个小时内会不小心唱歌 因为你叫我不吃东西好那我就可以不吃 可是唱歌是有时无意间就突然就吃出来 我对你的了解就是你是一个吃火很爱吃 所以如果不吃你最享受做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听歌可以忘记很多事情 就是有时候打个比方 你不开心 可是你听快乐的东西还是怎么样的话 你是真的会被那个音乐去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听歌跟唱歌一样 所以你都听自己的歌吗 不会 不是自恋不是自恋 因为我必须要就是一直听 就是还没有上线的那些demo 去听可以加什么东西还可以改什么东西 什么可以更好 那已经发的呢还会再听吗 会 就是会很享受自己的那个歌曲 然后上线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们今年的slogan 是Kita Summer Summer Change The World 是有英文马来文mixed的嘛 对不对 Roger 所以我们要请你以三语来说说 介绍一下你会在倒数活动上唱的歌 阿布卡巴 南马西亚拉 尤张晋 我这一次会唱的歌是 一颗星的夜 One Star and the Night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And the 一个人记得 One People Remember 我特别喜欢一颗星的夜这首歌 这首歌可以带给我很大的那种力量感 可能大家会觉得 大声在黑夜中 可是不要担心 我们有一天会觉得这个黑夜是值得的 那你刚刚做完探访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探访的整个经历过程 当看到他们那种很开心 然后觉得很满足很幸福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就是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就是那么天真 然后那么很美好 内心会更莫名的感动 然后再理解到一些背后的事情 相反的 我现在其实内心稍微有点沉重 我觉得其实就是 哇 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 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东西 如果突然之间 告诉你 哇 你有三十个小时 不需要工作 你会干嘛 我会回当家 有多久没回家了 一年多 一年多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马来西亚的西游们说的 好久不见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过后应该会长时间都会过来看大家 我觉得你们敢挑战这个东西 就是很棒的勇士 加油 谢谢